1916年袁世凯去世前预言 有三个人可能统治中国 他们分别是谁 武昌炮火的硝烟方散 觉醒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新生的曙光 1912年元月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推翻了数百年来的君主专制 可就在革命的封烟未尽时 大总统孙中山却发现前方的路并不平坦 曾几何时 袁世凯手握重兵 一度让孙中山忧心革命前景 虽然最终袁世凯被迫宣布拥护共和 但他心怀帝王之梦 绝不可能因此善罢甘休 果不其然 就在革命取得胜利不久 袁世凯发动了复辟运动 并于1915年12月 亲自在曲阳行宫祭天 准备自立为皇帝 面对袁世野心 全国上下哗然 蔡厄 黎元洪等人在云南一带 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 孙中山亲自号召各路英雄 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成果的一度丧失 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之下 终于在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称帝 恢复共和 可就在三个月后的1916年6月6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再次改写了历史进程 这一天 身患尿毒症的袁世凯 在48岁高龄撒手人寰 临终时 袁世子嗣袁克定恰好在侧 老人言辞凝重 慷慨陈词 我快不行了 你要记住 未来必有三人统治中国 他们分别是黎元洪 段祺瑞和徐世昌 如果你能与他们亲善 袁家子孙后代 必将长想富贵安康 袁世凯如是说罢 便常常叙了一口气 永远闭上了双眼 究竟是何原因 让这位身处权力中心 惜于权谋的老人 对三个看似默默无闻的人物 忠心推崇 接下来 我们将一一解析 黎元洪出身贫寒 自幼便怀着改变命运的渴望 他对武贝新知的向往 最终使他踏上了 通往北洋水师学堂的道路 在那里 黎元洪接受了英式现代化教育 学习英语等新兴学科 从而培养了他敞开视野 求新求变的品格特质 1894年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十年26岁的黎元洪 作为广甲舰的三管轮冠 亲身参与了这场 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惨败 在一次遭日舰猛烈炮火袭击时 广甲舰不幸触交并最终被击沉 身着救生衣的黎元洪 只能跳海逃生 最终他成为为数不多的 广甲舰幸存者之一 这次战争给黎元洪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阴影 作为常进屈辱的旧式军人 他深深体会到 中国急需新军新器 才能在列强面前重振雄风 退役后 黎元洪毅然投靠了 另一位洋务大臣张之洞 加入并参与了 湖北新军的创建工作 在张之洞麾下 黎元洪进展所长 负责训练新式军事 融会吸血精华 努力将湖北新军 打造成为一支崭新的军队 很快 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 和严谨作风 得到部署中心爱戴和上级器重 最终升任湖北新军中军副将 成为这支现代化军队的灵魂人物 武昌起义爆发后 黎元洪被部众所托 被迫接任湖北新军大都督一职 成为军政府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极致袁世凯复辟 黎元洪更是甘情烟起云剑 时而复合宣扬 时而狡猾地使用消极抵制手法 无论局势如何反复无常 他总能安然无恙 最终更是接替袁世凯 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 第二位被点名的 乃是当年沙场老马 北洋之虎段祺瑞 这位德育馆出身的就是军人 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手 段祺瑞的一生 可谓跌宕起伏 经历坎坷 但他对民主共和理念的执着追求 却体现在革命进程中的 每一个关键时刻 段祺瑞出身底层 家境贫寒 年轻时代 他选择从军为生 加入了德国式的五倍学堂 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作为旧式军人 段祺瑞原本并未接受 多少新式思想的熏陶 但留学德国期间 他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理念 有了初步认识 并由此执下了推翻军主专制 建立共和民主政体的种子 武昌起义爆发后 面临清朝皇室和袁世凯军队的进攻压力 革命形势一度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 时任胡广总督的段祺瑞挺身而出 以军事力量相威胁 逼迫清室宣布退位 可以说 正是他的军事最后通牒 捅了这口迟疑不绝的钉子 为辛亥革命扫清了最大障碍 袁世凯执政后 尽管段祺瑞一度与之亲密无间 但当袁世露出复辟野心时 段祺瑞毅然决然站出来反对 五次尚书劝阻无效后 他向袁世凯撂下 如果执意复辟 我必率军入京的狠话 震慑住了袁世的疯狂 最终 正是段祺瑞坚定的态度和行动 促使袁世凯名存实亡的地质夭者 中国免于陷入反动漩涡 随后的府院之争中 段祺瑞与黎元宏反目成仇 作为幕后实权掌控者 段祺瑞无疑处于上风 黎元宏被他逐出京城后狼狈不堪 曾一度不得不在日本公使馆中避难 此后 作为北洋政权的最高统帅 段祺瑞一手遏制了 缝隙军阀的武力政变 为北洋政府赢得了短暂的 和平统一时期 与黎元宏 段祺瑞这两位出身军人不同 徐世昌一生都是一介文人 但正是这种文人气质 使他能游走于权力核心的 重重迷障 在关键时刻影响甚至左右历史进程 被袁世凯奉为老狐狸 徐世昌自幼聪明 曾在科场上赢得状元头衔 从而进入朝廷任职 1900年 八国联军铁蹄狂勇 寻家维护之下 年仅21岁的徐世昌 就护驾慈禧太后逃离子进城 后又力保慈禧和光绪 免遭战火波及 这一立下汗马功劳 为他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徐世昌生前虽未掌权过多久 却屡次影响历史进程 比如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 他力挽狂澜 保全了慈禧及光绪皇帝的性命 辛亥革命时期 面对袁世凯蓄意取而代之的企图 徐世昌机智而自保 他敏锐地意识到 清朝已然日薄西山 而袁世凯掌控的军队 则是新政权的有力支撑 于是 徐世昌毅然拒绝了清廷的封赏 转而全力为袁世造势 袁世凯在位后 徐世昌一直是他的心腹重臣 担任核心要职 而在复辟帝制的问题上 徐世昌成为了为数不多的 言辞激烈反对者之一 正是由于他的坚决反对态度 袁世凯才不得不先祖后援 权衡再三 徐世昌虽未能阻止复辟 但却为其埋下了祸根 果不其然 袁世帝制一出笼 就受到国内外强烈反对 在孙中山等人发动护国战争后 徐世昌再次表现出了自己的老谋深算 他一方面公开反对复辟 与武力对抗袁世凯 另一方面又秘密与袁世勾连 企图在袁世垮台后奋以悲耕 这种精明权谋 最终也的确为徐世昌 赢得了一招权力的掌控 不过 徐世昌如何驾驭这份权力 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为文人出身 他终归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撑 在接下来的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中 即便身居最高统治地位 徐世昌也只能是一届抗客 被军阀们玩弄于鼓掌之上 最终 他不得不在列强压力和军阀逼迫下 黯然下台 不过 即使如此 徐世昌一生也确实影响了 几个中国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点 他在八国联军期间保全了梁宝命 在辛亥革命中投靠了北洋集团 在帝制复辟时力挽狂澜 在列强压境时又维系了国家统一 正因如此 尽管徐世昌从未真正掌控过实权 但袁世凯将他列为可能统治中国的三人之一 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是对徐世权谋手腕 影响力和在关键时刻扮演的角色 给予的充分肯定 尽管三人经历迥然不同 但不可否认 袁世凯的特殊眼光 还是具有一定先见之明的 黎元洪 段祺瑞和徐世昌 的确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统治过中国 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前程 可惜的是 他们经营的北洋政权 注定是过渡时期的产物 在日渐觉醒的民众面前 他们所代表的旧时代 终将被彻底扫除 新的力量正在崛起 宏图大展正待时日 袁世凯临终前对子嗣的叮嘱 说到底也不过是 刻然尝试老人的一时肺腑之言 这位曾经的帝王梦狂人 注定无缘窥见民国未来的 更迭更新和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 直到今日 人们回顾起这段历史 才恍然发现 袁世临终一言 竟也是一种讽刺 是的 袁世凯说得不错 黎元洪 段祺瑞和徐世昌 曾在一定程度上统治过中国 但他们统治的 不过是一个正从旧梦中苏醒 开始觉醒新生的中国 而非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那条路要由别人开创 由新的领袖率领人民走向光明 一代英雄植树造林 后人成梁方之树荫的珍贵 走过了那个风云际会 却有生死攸关的年代 中国人民终将看清前路 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